大家好,我是NK 今天又为大家带来一个游戏 介绍一个新的游戏 它的名字就叫做Red Types 现在你们看到了 这就是一个demo 或者是一个tutorial 这个游戏的道理 跟StarCraft 如果你们有玩过StarCraft的人 你们都会知道StarCraft是一个 你 起雾 买兵 打对方 这个的道理差不多一样 可是 这个唯一不同的是 你不能起雾 你们看到的这些冰 那红色的其实是我的 如果你们看 左上 那个蓝色 31的 那个其实是代表你的冰 有几个冰 现在你看到我剩下25 现在你看到我剩下25 我可以跟你们说的是 我现在用的是iPad Air 2 iPad Air 2 其实都算是蛮强的 可是在这个游戏里都算是蛮考验到它的强度 你可以看现在我叫越多冰 你可以看稍微的有一点卡 其实 这个 都是可以明白的 因为 如果你玩在电脑 差不多压到你的Graphic不好的话 你都稍微会看到一些卡 尤其是越多冰的时候 就真的是会很卡 看 现在我大概有56个冰 都可以稍微看到一些卡 我们就不再讲卡 这方面 我们继续讲这个游戏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冰 是越来越多不一样的冰 你可以买冰 来打对方 还有你还是可以买一些技巧 或者是他们所谓的Skill 来打对方 比较方便的打对方 你看左上角 你可以看到一个青色的 像金块的东西 也可以看到金色的东西 那其实是你的钱 那青色的其实是你要拿来买冰的 那个金块金色的东西 是要拿来买一个Skill 来打对方的 那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边 我已经按了 用两排快的金块 要出招把对方给打了 这个飞机就是我用了200块的 再买回来了 对不起 只是300 现在我又用了200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现在打了对方 差不多要赢了 我们就稍微看看一下吧 好 我打赢了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就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你打完过后 你还可以跟robot打 训练你的技巧 你有casual match 你还可以跟别人真正的对方打 比如你也可以叫你朋友跟你一起玩 也可以 好吧 今天我就讲到这为止 这个游戏是在iOS 罢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暂时性吧 好吧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我是NK 喜欢的就给这个游戏一个like 或者是subscribe我们的单元 谢谢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跟你的朋友分享 和记得订阅科技先生的频道